嗨 你好 今天過得好嗎 我是加加賈斯林 今天晚上我回來的時候 剛好我老婆帶了一個朋友來家裡 要幫他做美甲 然後呢在很簡單的閒聊之後 發覺他現在有個困擾 剛好就提到說我為塔羅 我幫他做一下占卜 給他一些的方向 他今天要問的是說 他的小朋友漸漸打了 本來在屏東給親戚帶 他要考慮說 為了小孩子的就學 因為小孩子背上 他需不需要換工作 好吧 那背景就這樣子 我就請這位朋友啊 幫我抽出前後總共有五張卡 這一張呢是 一開始切牌拿出來的卡 這是他的收穫卡 這我們最後等於來講 那其他四張 是請他抽出來的卡 那這四張卡順序抽出 其實都有他的代表意義 第一張卡 是代表著他的 現在個人狀態的一張卡 第二張卡 在這裡 第二張卡 是代表現在工作內容 需要條件的一張卡 第三張卡 在這裡 是中間的這張卡 是屬於 他跟現在工作的關係的一張卡 那最後一張 第四張卡 在這下面 是屬於 未來 他的工作的一種建議 方向 或者是一種狀態 OK 那我就為他一一解讀 第一張是他的一個狀態卡 這是一張聖杯酒的卡 聖杯酒的卡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 能量是非常高 非常衝勁 奮力薄的卡 這是代表他個人的一個狀態 聖杯酒呢 就可以顯現他的狀態 其實是非常重視感情 加上代表是蠻有衝勁的一種 的角色 他 他這張快樂卡 其實代表是 他現在狀態是非常非常的 enjoy在裡面的 非常得心應手的 無論是在工作生活的狀態 其實都是很OK 第二張卡 在左下角的這張卡 聖杯二人的代表就是 這份工作其實他要的管理的才能 其實並不會很高 或者說這工作需要的能力不會很高 工作上看起來就是 跟下屬的實驗合作是蠻和諧的 那中間這張卡 是代表他跟他現在工作關係的卡 這是一個聖杯皇后的卡 皇后高高的在一個 湖水旁邊往下看著下面 皇后其實他散發出來一個很大的能量 一直往外擴 他的影響力 這個人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這朋友的影響力非常大 然後呢他具有很高度的一個智慧 或者是能力或者是技能 他能夠去看透他現在工作上 無論是公司或者是客人的狀態 客人的公司的處理流程等等 他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一張卡其實老實說我覺得 他是非常的得心應手的 我感受不到他真的有很想要離開的 在工作上有什麼因素想要讓他離開的原因 在這張卡還沒有翻之前 翻開之前 講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邀請他來看看我剛剛的這三張卡的解讀 結果他說他都起皮疾皮疙瘩 而且他還秀出他手頭上的疾皮疙瘩 給我看真的是一粒一粒的疾皮疙瘩 他想要離開工作室 因為他的小孩想要北上來念書了 那他想要一份工作室讓他不用為了工作 在不同的城市間跑動 因為他小孩剛小嘛 還剛要上小學 這樣的目前的工作內容 可能讓他無法兼顧於公司與家庭之間 所以他才有考慮到要不要換工作的念頭 聽到這裡 他的這個回應讓我非常的有信心了 所以我在跟鐵讀了下一張卡 當我放在這張卡的時候 老實說我真的還有點嚇到 因為在我過去幾圖的案例裡面 這還是第一次 四張都是全部同一系列的卡牌 這個都是聖杯卡 這張卡其實對他未來的工作 是非常明確的指示 就是聖杯一號 一號就代表是一種 任何事情的開端 源頭 新的開始 他現在的工作內容 是有可能會被改變的 也許是他換了工作 或者是在茶子公司裡面 去找到他 可以讓他不用在跨城市之間移動工作 兼顧家庭工作工作 或者他有可能換到下一個工作 總之新的工作內容 感覺就是一個 重新開始的一個工作 但是換一個新的工作 其實對他來說 並不是一個很挑戰的事情 從這張卡來看 這個聖杯代表就是他個人 一種狀態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聖杯 他有一個很大的能量 一直往外的擴充 往外的輻射 就表示他人生的能力 是非常 在新的工作環境裡面 也是一個非常耀眼的一個人 我跟他聊天聊到就是 其實 當你對工作的態度跟熱誠是怎樣 無論你到什麼工作 到什麼公司去 其實最後產出的結果都會一樣 他也非常的認同 所以我想他心裡面有一個他的答案 然後他還是跟我說 講的真的真的非常的準 他真的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認識不到幾分鐘的人 就能夠做出這樣的一個占卜 最後呢 我再給他一個就是守護卡的解讀 這張守護卡呢 他是一張正義卡 以這位朋友來看 他善於利用情感 人際關係的交際 對他來說是非常擅長的 那如果說他能夠再去兼顧於 像一些理性的判斷 一些遵守一些的原則 公司的規定等等 我相信他接下來會有更大的格局可以去做 這是我對他的解讀 也是一個他的一個守護牌 想要提醒他的一個部分 OK 那今天對他的解讀是到這邊 不知道手機螢幕你們這些朋友們 你們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也歡迎您來跟我分享喔 那如果你對我與我的解讀非常有興趣 再更進一步了解的話 其實我會經常的分享我解讀的案例 分享到我的YouTube上面 那如果你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您對這篇影片 按讚 按鈴鐺點閱 我有新的內容 會趕快分享給您喔 謝謝您 掰掰 掰掰 拜拜